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過去幾年政府大力推動創新科技發展 取得初步成果 香港的初創企業增加至到約4,000間 並且有十幾間獨角售企業 為了進一步加強人工智能 量子科技等前員科技領域的基礎研究 政府會預留30億元推動相關建設 又會背出60億元資助大學和科研機構 設立生命健康科技主題研究院 政府又設立微電子研發院 強化和大學、研發中心同業界合作 加快從1到1的成果轉化 而推動本港微電子的發展 培育初創企業方面 政府會為數碼港預留2億6,500萬元 推出培育智慧生活初創企業的計劃 預計在未來5年 每年有90間初企受惠 政府又會向科技園的科技企業投資基金 增資4億元 幫助具潛質的初創企業 科技園會額外投放1億1千萬元 連同合作夥伴推出共同企業加速計劃 培育高潛力的科技初創企業成為區域或全球企業 此外科技園正是就興建 第二個先進製造業中心進行可行性研究 陳茂波說香港一直積極參與國家發展 並作出不可替代的貢獻 國家正是邁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正是處於關鍵的開局時期 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 要充分發揮一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 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為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積極貢獻力量 粵港澳大灣區 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最佳設入平台 通過和灣區內兄弟城市 在多個重點產業強強聯手 香港一定能夠引領整個灣區 實現高質量的共同發展 順利順海拔大碼 研究高質量 現在是13416港澳大灣區 並且換大碼區 thựcサービ法 公司特高質量 若黄大碼區 又414港澳大碼區 最佢類 Sticker